2022年8月10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大陆方面再次以最严正的声明告诉全世界 台湾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裂势力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在白皮书中 我们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 这一目录下面 看到了这样一个标题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长久以来 除了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外 韩国和日本对台湾问题也格外热情 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 每当台湾局势升温时 总是有日本和韩国的影子 尤其是日本 被枪杀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更是喊出了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同时 日本也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国家 1972年9月29日 在周总理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全臣见证下 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日本在声明中向中国郑重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这样描述的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 北海道 九州 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无独有偶 1946年1月29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布的 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中 再次就日本国图给予确定 日本市政权包括的范围 是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 本州岛 九州岛 北海道岛 四国岛 以及对马诸岛 北纬三十度以北的琉球诸岛的 一千个灵性小岛 这就很清楚了 日本根本没有资格插手问题 尽管日本占领台湾长达半个世纪 但是 我们发现自从美国频繁打台湾牌后 日本充当打手 将日本的命运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甘愿当美国的棋子 日本如此关心台湾 是因为这里是美国当前全球战略 和日本政府的契合点 通俗来说 就是如果台湾被美日两国掌控 无论是从地理位置 还是美国国运的角度来看 日本都极有可能成为台湾海峡 及周边的实际掌控者 也很可能是最大的获益者 届时台湾回归将变得更加艰难 这样的背景下 一旦中国收复台湾 日本极有可能武力介入 为何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近几年 日本政府针对台湾问题 都采取哪些手段 众所周知 二战日本战败投降后 开始实施和平宪法 这部宪法的第九条有着明确规定 第一 日本永远放弃战争 不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第二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然而 近些年来 日本政客不断主张修宪 目的显然是为了提升 对外作战的能力 2022年 日本政府调整了 国家安保战略文件的力度极大 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 日本政客频频展开外交活动 企图借机自我松绑 摆脱和平宪法的约束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高度关注 当年12月16日 日本政府公布修订后的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 整备计划三份文件 仔细阅读对比后 我们发现日本政府决定提高军费的预算 将由原先占GDP比例 1%倍增至2% 还强调要具备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 及反击能力 不出意外 在这三份文章中 就当前的中国给予了定性 称中国是日本迄今最大战略挑战 并谴责中国在台海地区军演时 发射导弹威胁 为了应对中国东风导弹 以及火箭炮 日本防卫省官员 也站出来表示 日本需要加强打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防卫省决定 1.将来投入5万日元 只和人民币约2600亿元 开发食欲种远程导弹 2.在北海道和九州岛部署高速滑翔弹部队 3.向美国购买500枚战斧巡航导弹 日本这些针对中国的举措 本质上就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 这一点在今年年初的日美2加2会谈中再次体现出来 2023年1月12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日本外务 大臣林芳正 防卫大臣邦田静一 在华盛顿举行了2加2会谈 这是日本修改三份国家安保文件后 日美举行的第一次2加2会谈 纵观会谈后的联合声明 我们发现日美彻底达成共识 将中国定位为国际社会最大的战略性挑战 以此拉拢更多的国家 日本同意美国在日本海滨沿岸连队 此举目的只有一个 将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升级成台湾有势 就是日美军事联盟有势 日本此举目的明确 就是准备以武力介入方式 阻止中国解放台湾 按照日本军方的如意算盘 将在琉球群岛上修建一大批靠近台湾的前沿军事基地 包括琉球本岛 石原岛 宫谷岛等 其中石原岛距离台北市只有约250公里 当中国武力收复台湾时 日本就向美军开放这些军事基地 并配合美军作战 直接从这面对解放军登岛部队进行阻击 大家仔细评读日本军方的策略 用意极其歹毒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针对这个问题 逼着发现俄罗斯方面曾替中国警告了日本 而且轻松地拿捏了日本的七寸 从近些年俄罗斯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来看 一直保持着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 2021年12月底 日媒突然爆出 日本和美国早已制定了保台计划 以此来强化所谓的美日同盟威慑力 在这份计划中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美军在协防台湾的过程中 将在路尔岛县至冲神县的南西诸岛设置临时攻击军事据点 到时日本自卫队将第一时间配合美军行动 就在日媒爆出这则重磅消息几个小时后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 站出来警告日美两国 里亚布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国际生活杂志时 他郑重表示 这可能是对西方同仁的一项建议 请不要低估莫斯科和北京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决心 包括在安全领域 仔细揣摩里亚布科夫这番话 显然有所指 日媒也第一时间给予报道 表达了日本民众的焦虑和担忧 里亚布科夫将莫斯科与北京并列在一起 就是告诉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 不要挑战中俄双方的核心利益 换句话来说 当中国武力收复台湾时 一旦美日军事介入 俄罗斯不会袖手旁观 极有可能会做些什么 因为北方四岛 俄称南千岛群岛距离日本太近了 长久以来 我国对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 立场也很明确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南千岛群岛的问题 一直是日俄双边关系的问题 应该在双方之间妥善解 决 而中方一贯主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 应切实得到尊重和遵守 日本政府则不这么认为 比如2022年4月22日 日本外向林方正在内阁会议上 报告了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 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声明 这是日本固有领土 现在被俄罗斯非法占据 俄罗斯则第一时间回应 这些岛屿是 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 中国和俄罗斯面对日本 都有属于自己的核心利益需要维护 所以 俄罗斯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 也实属正常 事实上 2021年6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 美国NBC记者专访时 就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 记者凯尔西蒙斯问普京 如果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 俄罗斯将如何反应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如果普京回答的有漏洞 到时西方媒体就会恶意解读 以此来调拨中俄之间的关系 普京是这样回答的 只见他微笑了一会后 直接把问题抛了回去 他反问 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大陆准备武力统一台湾 我对此一无所知啊 是不是很巧妙 还没有结束 普京又说 政治里没有如果或想要的说法 对于你这个问题我无法评价 因为它不是一个现实 好 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 它当前没有发声 中国大陆已经说了 要用武力收复台湾吗 没有 普京的回答可以说滴水不漏 他这样的回答 更容易对日媒产生威慑